大家好,我是5A班的蒋志玲 今天我要讲的故事是 我有友情要出租 森林里有一只大猩猩 她经常想,我好寂寞,我都没有朋友 有一天,她在树上贴了一片叶子 上面写着我有友情要出租 一小时五块钱 她在树下等着等着,等到眼睛都闭上了 这时候,咪咪骑着单车过来了 她看到叶子,立刻跳下车问大猩猩 什么叫友情出租 大猩猩说,就是你给我五块钱 我就陪你玩一个小时 咪咪说,可以便宜点吗 我只有一块钱 大猩猩立刻把钱收进书包里 他们先玩石头剪刀布 又玩一二三木头人 第二天,咪咪又来找大猩猩玩了 这次,她教大猩猩看书 又教她讲故事 第三天,大猩猩带了几块饼干来到树下等咪咪 可是她等了好久好久,咪咪都没有来 终于,咪咪来了 咪咪说,我要搬家了 而且我也没有钱了 咪咪走后,大猩猩十分想念她 后来,她又在树上贴了一片叶子 上面写着,我有友情免费出租 直到一天,叶子都褪色了 大猩猩还在等待着下一个朋友 谢谢大家 咪咪